方氏啊,來說什麼可以的嗎? 說什麼可以的嗎? 我說我想的,沒有條件, 因為我寫出來要快,要多,要吃光一些, 大家能夠感受到我們對體徑, 特別傳遞的信息。 所以我今天,這叫真守, 人家就說,就是應該把自己講真話, 不要講大話,講空話。 最後呢,讓人家覺得說,你這個東西是怎樣? 這一點呢,我們跟國內的一些, 一些生產人一樣。 我覺得呢,有個歷史的責任上, 就是應該,結合實際的情況,來做, 斷世出英雄。 結合這實際情況,你能做到什麼? 你能幫助親戴的國家, 國家也好,人家也好。 你能真正幫他做什麼事情? 你不用脫離現實, 因為我們這個現實,就是這麼一個現實。 這個現實,就是這麼一個環境,就是這麼一個宗神。 你不能說,中間社會的時候,你就要, 你就要,你就要想到, 其實呢, 是不是你社會的事情。 你現在呢, 現在你是, 就是這麼一個環境, 就是這麼一個環境。 那麼,我現在呢, 人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腳踏實地。 那麼, 也可能, 有些人, 這個事情呢, 然後, 人, 人家, 人, 人, 人都是可以, 人, 人性都是一樣的, 其實就把這個, 馬的中間, 和鄧小平, 一樣。 鄧小平和江哥哥一樣, 一樣, 吾盡高能, 一樣, 他們有一個空中的做目標,就是想實現共產主義。 這個目標呢,現在我看來就能表達。 這個跟我們初中的相況講,就有距離。 我們設想這個人,就是共產主義這個世界的環節高。 我們實現陷入一個共產主義的陷阱。 這個世界不可能實現了一個,而且實現了,真正實現共產主義,對人類沒有好。 全都共有化了,全都一樣了,沒有好。 那麼這個世界,我們以前實現是不到的。 我昨天就講了一個問題,就是李東的死。 我記得叫李東。李東的死和毛澤東的去世,這是兩個概念。 這也是一個兩環形式。 毛澤東畫出這個,直前年到橫河村去。 橫河村是個廣播的,可以跟大人說什麼樣子。 我弟弟,比如去了,死了。 為什麼死了?為曉得下鄉死。 我一聽毛澤東的話死。 毛澤東在十年以後, 我現在是六九年,六幾年,六十年發生了。 我弟弟是六十年去世的。 不是十年,他是七六年,就是七年以後。 毛澤東去世。 毛澤東去世的,大家可以, 要去世,十年之間。 全國非亞的幹證。 這個維德明的議員。 但是, 該官人必。 紀念堂。 這個紀念堂也是一個, 該官人不認定了嗎? 也是需要一個證明的。 毛澤東做了哪些錯誤的事情? 毛澤東做了哪些程度的事情? 毛澤東只是一個探索,毛澤東的建立生活只是一個探索,今天我們看,總結毛澤東思想,總結毛澤東的目線,總結最深的攻擊來講,我們覺得它是要去分析的。 其中最大的一個縣就是社會,新年主義革命沒搞完就跑步進了社會的縣,當時批判劉少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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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劉少奇。 其實,我們不應該這麼樣的,過期的,有時候話成定的什麼,俄羅華語不用也好,改變到征服力也好,過期的,這個我們慢慢在探討。 這是一個真正的兩台审,對於黨,對於毛澤東來說,這個共和國到底是不是中華民國。 這個1949年的認識,1954年,在立憲法的時候,這時候有什麼字,規律憲法的時候認識。 然後對葛羅雅革命是六、五年,這個意思。 對,咱們又搞积蓄革命,培養林彪的時候,這個時候就講了。 王子論文這個話題,即使現在去世了,是其中的,而是其中的,這個話題還沒講,這個就要過年完成,這個話題它會繼續進行。 我們這個時代的認識,以當初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深入其境地,對毛澤東的認識。 我們提到一個比較心情分泌的情況,因爲什麼發生毛澤東? 因爲對毛澤東的生長的困境,他重生的各種,有一句話題是這個, 所以我當然不覺得很生意,和我世界上護護他,我無尼是經濟地騮, 我無尼是經濟地騮得來,由爲對毛澤東沒有出過。 他沒有,鄧小光也只是經濟地騮得來, 他在網站被騎屠號碁,跎屠號碁。 這個產生改革在馬克思上,絕對是一種改革的主義,因為他見什麼,見多什麼,他才有這樣的基礎。 毛澤東沒有,毛澤東說來說去是一個文明的世界,然後說來說去就召喚了馬克思的教導, 做的行為沒有去幫牙人言及做地方,他們說去一點,很多創意外的架材所以這些東西 稍微做到主義。 大家 에�이랑,謝謝你,切地做啟動, 是在西沅後面, 這些人因為是美學科審《復習來埋若語 structures這種Lucas systems改革, 甚至分為一個社會主席階段,然後社會主席階段,這個階段更加均勻把事物都過來,我們是一共都在主席階段。 主席階段是什麼?就是西民主席階段。 就是兩種經濟重複,就是信公也好,信私也好,是看著在哪個區的生產力,能不能解放生產力。 這次是西民主席階段。 奧德東那個時候白人就蓋,奧德東那個時候從經過的時候就開始蓋著,做清貴的領域。 這回一邊倒,就把中國脫落了比較舊主信徒。 大陸要進了,大陸要進了。 我們戴眼鏡。 太舊主席階段いく之間跟太木裏不妨三分, 還有 Marta Gang治、中馬先生只是拆問 Panda naturان博士方堡, 但我希望承諾砾一張看外面堅決, 三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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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間。 这是这样的,毛泽东呢,这是一个,我们不让大家知道这个话,中国的文化,它是一种内容文化。 种花得毒啊,种豆,这个豆,就是种下什么种子吗,要什么种子,就是什么种。 种下仇闷,这个豆是仇闷,恶有恶报是善与善网,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也好,良性循环也好,它就是这么一个,能根本化的善与不知识。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当中呢,这个结构当中呢,人的一个,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就会被人化。 这个欧洲的文化呢,包括从那个走向那个,欧洲呢,就像那个,麦特拉弘线,就是开发新大陆,这是个走向平安,是个海上文化。 海上文化是什么,都不是到位的,打一出去,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今天出去出海,明天有没有收过,不知道。 我今天到了,到了什么,到了未来是什么样的,不是那个时候那个刀郎唱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到了什么摩沙所那样,就是对岸是什么样的,都知道。 这个未知实际,这个未知结构,这个两个人,这个时候只要去探索,只要有勇气去探索,探索未知。 但是,现在的美国也是这样的探索,探索未来的一个结果,中國呢, 现在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已经定行了,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努力,这个社会努力的定行就是,就是毛泽东思想,天下为股,还有这个党的领导,人民典专长,这么一个图形。 那么这个图形呢,现在我们反过来,就像我的人生了,到了七十六岁了,我现在反过来,我做过的事情,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做的事情,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在1995年被江文明记写的信,1974年被毛泽东写的信,这个都是在当时的史,实在为人家,当时的环境,当时我的教练,后果的白光了。 所能产生出来的一个,最体称的一种,不满现状,挑战中央,挑战权威的一种思想,一种感觉,一种渲染,展示自己的一样的风采。 我本来想把这些都摊出来,我写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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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东西。 就是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不一样的。 同心同国是在国家的定位,同心是,我当时就,我看到,我再去翻译点,我当时觉得是十个很贵的。 我站在一个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首先是国家主权的同心,然后是人民主权的同心。 那么同心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有立法的两个同心,齐力端金,齐瘦如蓝,如左六手。 那么在这个呢,然后呢,后来呢,2005年的时候,我这个篇文章啊,可以跟你说,就是台湾的各个政党,包括宋主义民典,宋主义,包括陈西边,包括蔡英文,都不看。 我2006年到台湾,他们都不看。陈西边写出一个大公子流屁人士,那就是中国。 他是给他爹的小桃子,然后就说,四不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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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一没有,这个一个概念。 他也是想找某种程度想想整合一下,但是呢,他是一边一国。 最后,他是分裂,他是实际上分裂这个国家主权,把这个主权。 你没有统治,你没有大陆,没有解放,没有解放台湾,等等我就一边一国。 这个权力啊,一旦到手里,他都会膨胀,都会膨胀自己。 共产党也是这样,美国人的,自己这个权力到手里,一定会膨胀。 特别是,到了一定的位置,他一定要这个权力更加扩大。 就像,地国主义发展,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国主义,他一定要向他扩大。 这个权力也是这样的,权力他就会自己走上自己的一个。 野心就不大,野心需要更大的野心。 那麽竟然就必然会有这样的。 所以,中国的统一样,靠中国人来自己来准备,无几。 现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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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权力和平等一国两制,现在是四十年了。 到现在,无几。 有多到,就像诸葛亮六出七战, 那,最后,出师未接,身先死,尝试英雄内满界。 我们现在,习近平已经五届,做了五届的国家主义。 从国家主义两届,现在国家的政府去两届, 这是第三届,这是五届。 能不能解决和平的战略?台湾论,我看他。 希望中国人,你中国人看,那是什么? 中国有句话,陕西有句话,清晰的报告,要吹吹灯了。 你只望,跟台湾人来谈这个国家的统名, 跟中央民国的统名,这个你概念都很清楚, 谁是谁?霸占集权在谁手里? 如果霸占集权在国民党手里,中国没法统, 中国民进党手里,没法统,这个圈。 这个我觉得,孙中山都不解, 我们这些中国人要清楚,更清楚的,我觉得是严重。 因为中国人,中国人在教育, 这个教育是不是在教育,确实是这样, 大导师行在西部,人的这个数字。 中国进入的是什么?是一种恶性性,是一种自教系的性, 是一种封建保守的,就很大。 为什么这么一百多年来,中国的集群集合, 爆发了太平天国,他走不住, 他在中国接受了上帝这个上帝教, 结果他还是回到了这个家族的关键。 太平天国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地方, 家族企业,家族等等。 然后再,又打着上帝这招牌。 搞得那么厚厚一点,成功也不会成功。 真正来讲,失败是必然的。 即使战场上表达了什么东西, 到最后在执政的办法, 他这个世界里面,他这个社会基础, 他这个历史形态,中国这个历史形态, 从那里面保守。 中国绝对产生不了。 农工文化,他产生不了。 这个农工文化,他产生不了。 改革开放,还要退治。 未知结构。 他都是一个肯定,大一统的结构, 产生一个大一统的结构,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他需要一个本地。 一统的结构。 再一个呢,又流。 然后呢,1900左右吧,就是产生不了。 当西方文化强大到中国战争以后, 中国压编以后, 进入到中国时候, 中国又产生一和团运动。 一和团运动实际上会产生。 就明确, 民生统盟包括那上面, 一定会产生一和团运动。 就明确, 就包括现在的台湾业航, 大陆, 都会产生一和团运动。 以盲目的派外。 这个盲目的爱国, 我们叫做爱国这样, 他没有理性地温馨我们的行动。 道路是进步的, 还是落后的。 是保护落后的, 还是保护先进。 是创造文明, 还是摧毁的。 包括把那些使馆的文献资料, 要经过多少代, 那个唱会商都烧掉了, 他要火攻大使馆进, 公交文献。 你会把那个运动吗? 就是一个平均运动。 我们现在搞的这个事业是某些程度, 也是在宣阳这种, 助打这种, 民族仇恨, 民族自强, 民族自信, 这种在矛盾程度上。 对科学来讲, 对经过来讲, 是趋势, 是一种伤害。 中国的文明就那么生气吗? 中国的生命代表世界方向吗? 代表世界大同吗? 未必。 你连一个人民的中华民国都没有建立起来, 你还是党主权, 国家主权, 没有人民主权。 我们说的是江山是人民, 人民是江山, 但我们现在是党是江山, 习近平是江山。 所以我们这个教育的本身, 我们中国教育的本身, 说来说去, 还没有完全, 这个, 大清子王这个大清子, 王朝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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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脱离对我们, 没有脱离对我们, 没有脱离对我们的一元化的结构。 一元化的结构呢, 我们知道这是肯定的, 对吧? 下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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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很普通。 主席, 主席, 主席呢, 现在就是我们的原点, 在美国来说的这个总统, 中共是不可靠的, 美国其实不是一个总统的, 我们不, 我们是一定要, 我们的宣传机器, 从什么时候起呢? 从江振明, 王顾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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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武士, 纯粹正确, 伟大光光, 三个带着, 现在到了, 这个, 改革确定,赐回我,都是属于人质,而不是属于国质。 所以我们说,而且我们全民都灌输了这个世界,都接受了这个世界。 自上而下,都接受了这个世界。 因为这里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党人、意愿化的领导。 不论于什么呢?不论于提出,人认为自己的缺点。 无论为自己的人,即使是缺点,也是认为自己的。 那不是主的,社会主义是主的。 全民无论这个是主的,两个缺的是主的。 根本来是主义的。 其实这个是主义的, 这个是主义的。 这么多是主义的。 中间这个文字插了一个字,叫责任的责。这个是选择的责。 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人,我父亲对我说,"你老大没进到这儿了?" 我是不是一進來就這樣,我當時啊,我三十六七走的上桌,我一個人去到陝西。 我到陝西,就像海洋的話,我不知道陝西是什麼樣子啊。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位置是被走向彼岸的時候,我不知道清零,清零離北是什麼樣子啊。 我那個時候如果忙忙忙,我是一月份走過年前去的陝西。 我即使到那邊,我還是一個,就像一個水手,你知道,在忙忙的大海中,我剛剛在那裡中,我還沒有來得及,沒有想著,沒有能夠,沒有能力把我的弟弟妹妹帶到陝西去。 我你要 Cisco 304 天 上桌中,аш私面敬閘前所,應該這個爭埕,那碘而且 shows twenty receiverIi Na Na, 也可以真的把 lorsqu族外橫向強迫 kost rein to five岸後, 但是現在和其他人說,對國族 reminding us,都是我們一進去搞個類似國家但是最厲害的部分時候你明明是我們發自ここ дум過。 我們ちは去把別的地方守折像了另外一個八套,讓別的地方這權利 Christine Bader. 在陝西来讲,一天是五六毛钱,公司都是没有找我们的类似。 我和习近平的下乡这个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能挑一百斤,我们挑八十,就是这么一个差别。 同样,公司有这样的差,当时剩下的农村也在培养我,我们的环境是一样。 所以说,在上山下乡,其实比较东西,很有必要这个问题来感兴我们习近平的感兴趣。 王国宁是对上山下乡。 另外,我比王国习近平更多的联合接受了工人机制的战场,石油工人的战场。 石油工人又和一般的钢铁工人,人知道也是同样,石油工人是一个全国的概念。 他给全国的疏通了大头脉,为什么说石油工人硬度呢? 他以天地为行,也没天地利息,没生命利益,他得共全世界人。 他的心怀格局就大了。 作为国家的主权,王晋喜,然后新主权,这是有差的。 他本身的境界,就是说,他本身的境界,格局完全不一样。 工人阶级的这个关键,在我们来讲,决定国家的利益,这一种道理。 但是缺少了一个什么?缺少了一个国际的关键,科学的关键。 那时候我在1974年份,那时候培养了我独大。 那时候我是西宫园里面的一个尖子,电池车,电池车等于石油一样。 我就是全场的大横脉,机器的微秀。 我那个是一个知识青年,我就走上讲台了。 我自学了电机器,三项交通链条,合成福利埃基础。 在现在来讲,在学徒当中也是佼佼人。 当然,我是三年,学徒三年都是平均生产武器手,武器手就是。 就像我在农村那时候两年,那都是标兵生产队标语。 你为什么说,我喜欢劳动,我喜欢生产,我喜欢跟平均生产武打车。 我是从平均生产武功的石油功的阶级队友当中走出来的。 前几位子,真是幸运。 同时呢,又有一个。 某个那个农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下到那个人。 那个农村就是张宅的农村。 他就说给我的,为天地理性,为生产利盟,为这个王世纪学,为万事开太平。 我就是说,我变成我的话就是,为天地理性,为生产利盟,为解放台湾,理事,为和谐的天下,走向中国,开太平。 这是我后来的那个事情。 但是,思想的本质呢,就在平均生产武,在陕西的东西,在校外。 这么一个,这个思想结构,理论结构,一个人生观的初见。 为什么说?三岁看大七十三十看,啊? 就是因为我有这种人称地理性,三岁是烂土,七岁是我的肢体使物。 闯世界的时候,九岁到北京,然后有一个大陆的大陆工具,十次岁,自己跑联系入校,跑学校,十次岁的一个小中学生,自己北京的西城,朝阳,新宏,都在各个学校跑遍,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容身之地,最后就两片丢了,最后就大碎火车站,那种鸡汉效果, 我这个天天大人事业,恐惧心智,牢力进入,生命到了极限了,我会没有才把我盯着,带着我,带着我的事。因为我没吃的,鸡饭叫我。我想我公共那种法院,突突突结议,我恨不恨。 我当时是有点福气,我能活着就争一口气,我就说我能够生存下来,结果这样的呢,父亲跟我讲,取求全他,我那就养成了一个海纳的一传女性,我见得,谁对我好一点,我都敢赖这个人,我就是,这个人也是我的一个缺点。 这个呢,当然来讲,后来到13岁,又有另外一个政治的环境,就是我父亲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一号特写,这么一个八年工作停止了,处于那种专政背向,这种可怀疑的人,对吧,所以一个潜伏的特务,你说这么一个政治包裹,你说一个第二代,对吧, 特写的第二代,而我又是台湾出生的,那更说不清楚了,我是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呢,还是代表中华民共和国的这个黑五类呢,在那个时代,我只能说我自己想办法生存下来, 就像我在北京一样,我生存下来,这个是一定要说,就像我们那个马斯克的,马斯克的那个生理学校,这是一个生理的需要,一个被人尊重的需要,这是基本的一个生活的需要,只要我们马斯克的这样。 我这个人呢,就有时候就蛮强的表现,有时候就就,就不把这个事儿当中一回事儿,还是挺乐观的,在学校里呢,我体育员,那个逻辑,因为什么,这个是,这个,这个,但是啊,很多人, 还是对我也有去青睐,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最下单的,被别人最看不起的,被别人去诟病的,看你的脸蛋,还像个小伙子,帅气,风流剔倒,看你的家庭背景,看你这个家庭出身,静而远之,毕严,就是,毕丹。 谁跟你生不在一起,谁都会找迷惠,就像过去那个地骨出身来描远的感觉。 所以说,这种情感是批出来的,你没经过那个时候,你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感情呢? 而这种感情出来之后,你怎么能带过呢?但是,吃一地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承担起来。 这个压力之下,在石头坊里头长出来,我们就像是批股。 王公英勇嘛,有这样的败光呢?没有。他没有评价的感情,也没有共争自己的感情。 他写的部分都是为上,为领导人服务的,为清兵去拍马屁,也有服务的。 为自己,笼络自己的狗屑,正身而服务的。 所以说,我十四大以后,我就看出了这个苗头了。 这个小毛小口,十分之。 那个党是和人一样,和家庭一样。 就像我是九岁,我到我姑姑家,能感觉到,姑姑对我这个,这个念反心里,对我这种,对我这种有个性,有主见的个性,表示排斥。 但是,同样的,在中国共产党也排斥我这样的一级本质大,我完全的表现自己。 十四大,十五大,一级到二十大。 我们都在反应这样,不同的一点。 我在直一线的党人,一些政策,一些路线。 所谓的中国特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他们现在,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位置概念。 这个可以说是害了,害了中国。 本来就是一个新民主义这个概念。 这个,做国家的一个宗旨,就是不断的提高, 全体人民适应这个国家进步,国家生产,中国势力,社会化这个数字,中国提高这个数字。 我们非得把这个,中国的社会的性质,基本的性质,基本的格料定为社会主义和资本领域。 这个是自己的,怕去做陷阱。 我们自己,为什么有这样子? 就是因为当时的苏联民主义。 共产党成立是共产国际主义, 就要会把共产国际拉入了这种积极政策。 结果通了两个集团的对抗, 结果中国宣任的感觉,结果被尼克松这个战略给破了。 因为最后社会主义内部,社会主义政策内部搞上了一种分工制, 一种以大器杀一样,就是霸天主义。 为什么中国没有把这个美术的书修吗? 就是因为他们发展了一个高级阶段上,变成了垄断, 变成了一种权力来指定你的小生命。 你必须这样讲,你必须这样讲,就像美国一样, 现在没有做什么一样。 但是美国有个自我调节的共产党没有。 共产党没有。 共产党没有。 共产党就是消灰潮汐, 毛泽东定的对邓小平必须去, 邓小平定的对江泽民必须去, 对谁。 然后呢,十年必须去西边城市。 这共产党一个,或者是中国传统的一个, 主义不能改, 国外不能动摇, 一动摇,就会出现社会阵营。 你一国两制就是国体, 就是一个国体的分裂, 就是乌克兰模式。 你将来, 那就是一国两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母人了。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叫两难选择。 既要和平不稳定, 又要国家稳定。 你要稳定, 就会不稳定。 你所谓的稳定就是不稳定, 你和平统业就是不稳定。 你最后将来就是内部的能源, 包括也是从内部攻克, 最后你这个民主呢, 就把你共产党给攻克。 你倒是这个攻克。 最后中国呢, 也很可能就走向修炼这种道理。 那怎么办呢? 这是一样的选择。 在这个位置, 我希望呢, 习近平有智慧, 能够看到, 要比别人更早的发现自己的推定。 共产党有很大一个特点, 组织能力并不动。 共产党是下而上的一种教育党, 教育党的学校, 比美国比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强大得多。 这种组织, 林月苏丽也会站到我奥尔多里面。 我站住了, 既了解民主党又了解共产党。 这很多事情啊, 有很多问题啊, 每天要答, 我有时候实际上, 我都答不了。 一个是我没有介入那么深的社会活动, 另外一个, 我也不愿意介入政党之间的斗争, 和派系之间, 党内有党, 党外有党。 党内有派, 党外有党。 一接入这个, 我的没有华言权。 所以, 根据我在共产党内有一种种族的教育和党兴也不一样。 我只谈正确的东西, 我不谈负面的东西。 因为负面的东西啊, 愉快。 大家会有矛盾, 产生矛盾。 我今天那個節目,大老之習,在新民,在新黨,在新國家,在早向共和。 我提示,新民體力不是經典體力,我發了一篇文章,在香港的展望雜誌上,大概是1997年,在香港回歸之前,那是一個臺灣的雜誌,在香港發行的雜誌。 對我專門來講,主要內容呢,跟我說一些商感,實際上我是同心同國這個概念之下,共建家人的那個概念。 因為它結合了臺灣的三個億選品,主要和我做了一些修改,這個原本都有歷史記錄, 還有包括1998年,一個中央寫的新來人,民進中國共建家人的修改以前,中央也恢復。 但是,民進中國共建家人的新年王陪領宣傳,收到,必須轉交給國關公門審議。 國關公門就是一個江澤民審議,一個是郭忠祐審議,一個是王鳳榮。 王鳳榮在打的一個口呢,就是把一個錯誤的人放在一個錯誤的崗位上,他本身就是一個主義。 所以說,我在黨內是受排擠的,不能夠允許我這樣的一般思想的出逃。 我不是說現在,我父女提出來切勿從政,我早就知道在中國沒有出逃之日。 我既是臺灣人出生的,我既是第一家中央臺灣台主人議會的會長,但是我這個思想裡,王國民的思想格格不入。 他這個思想就是,一個姓知,一個姓孝,把中國法律登堂的姓知,姓孝,又分明共有自私有政。 這個怎麼對?這麼一個簡單的一個道理,這麼一個形容上的,就是一個我吹謊。 我怎麼能讓他重流合共呢?臭味相同? 我不是只算聰明的人,但是我能感覺到,它排斥一個創新,它排斥一個理論進化, 它排斥一個老百姓,能不能超過習近平,超過鄧小平,超過毛澤東。 你不能說冷靜之間的分性,他們這個最高權威挑戰出最高權威的錯誤思想在哪裡? 你這個社會怎麼進行?因為社會怎麼進行? 我為什麼要給中央的內部寫信?因為我知道,你地方車間,我們包括工廠車間,計算組,你改變不了階級路線裡面,重貸表現的這個框架。 我是臺灣出身的,你這一定會打成臺灣的勞役。 你還抱著臺灣這個特務院思想觀念,我就入不了黨。 是到什麼?到了改革開放,到了上大學的時候。 我大三的時候,我學生會主席,我一進校裡學生,然後把我解放入黨。 我們入黨聲明是公開的。 美國有很多人說,你怎麼能入黨呢?像你這樣的人怎麼能入黨呢? 你怎麼能跑到美國來呢? 你如果再問你們,拜登,歐巴馬,還有李希爾,歐巴馬,知道我知道我是公共黨員。 他們肯定清楚的談。 我在巴爾地公領綠塔的時候,那個簽證官就說,歡迎你來到美國,希望你五年以後再見到你。 在巴爾地公領綠塔的時候,你怎麼能夠公民。 我為了考公民,我這個英語也強迫,那些英語不好的。 我要考公民,百分之百就考了。 但是我怎麼能夠考公民? 我是中華民國國的公民,我也是中華民國臺灣生日的公民。 我拿了這個公民證,我就放棄了中國這個國民證。 但是,英明的歐巴馬,英明的李希爾歐巴馬,給我來,也受了提名為總統公民。 這個我就變成一下子的情況。 我一下子忽然開了,我就是美國那麼實現。 我變成了美國的總統公民。 因為總統公民這個稱號是受給全世界的任何國家都可以。 它是一個國際的公民稱號,一個國際公民。 只要對美國的建設,對美國的事業發展,對美國人民又好,它就受了中共這個權利。 中國沒有。沒有這個戰場。 中國連一個一個,國家不能分裂這個條款都沒有。 所以美國這個思想確實是比中國要高一個維度,它對於人的一個重視,它真是,你跟我說的話是對的, 它的偉大的領袖不必是做大事,而是人民能夠做大事,能夠做大事。 他做大事,就說在奧巴馬這個人,我都覺得在奧巴馬這個人怎麼會,都產生在美國,而是少數人的主義,而且思想那麼開放, 他說中國人應該知道,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改變世界,還說著非常準確, 而且他就在國會大堂的地方大廳,我們首相落成的時候,他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我當時就反過來,我就想問,為什麼奧巴馬要說這麼一句話呢? 他說一個中國人的力量可以改變世界,這句話我覺得對我自己的動物太大了, 所以說我覺得我能夠到美國來,這是一個提高自我,提高自我,提高自我,自我境界的一個大行程, 這不是通過書本上得來的,而是我的生命期間,在這種生活環境上,我們之間保持著密切的,不是說暢通的話, 不謀一面,便是有限制的,就是通過新年新的年期,溝通,13年,到現在,19年, 2014年,拜登那個時候做副總統的,給我寫,竟然寫,所以我現在都會來著自己看,但是來講,我想也都差不多, 我現在寫,他也不回答,米歇爾巴馬是每封信都給我來一個拼鼓音,感謝你,大愛,上帝保佑你。 這是米歇爾的我的引爆,這個宣禁,泰坦13年,那個什麼,那個什麼,那個那個奧巴馬,那個那個特朗普,經常過寫, 是打擊賣了,點名指民道性嗨,然後共和黨的女主席,女主席是來性, 因為新建,還有其他東西都有,包括麥卡西亞這些,包括德桑米斯的東西都有,都是屬性,親癖性,我覺得是不耐死人。 一個中國人,這個新移民,在事物上沒有一點政治權利,給我這麼大的疑問。 當然是瑜伽也好,所以鄭兄我就是一樣,但是我呢,我有瑜伽在立場,我是對白宮,我是對政府, 我對那個米歇勞巴馬,他現在是公民,但是我是對你這個人,對我女生,我的恩師,是我的引路人, 我對中國人,要趕他們在心,不忘人,不忘初心。 今天不當華人,我還照樣中心,就像一個中國總統一樣, 這個兩人,基金多德國是一樣,我一樣中心,我為什麼不能產政? 我第一個,我語言,不行。第二,我老,我經不起那麼多社會功能,我只適合於在我這個小船。 這個適應的環境,我在16年來,我在這個環境上,我覺得這個功勢好,山不再高,水不再深。 那我這個環境,我喜歡這個環境,我可以近水游泰,我可以看到,看到白宮,你可以看到華盛頓的美貌人。 這個,華盛頓利亞塔王,這個基本就是華盛頓人的登塔。 我就希望能做一個名呼氣勢的華盛頓人,就華盛頓人。 華盛頓這個人呢,他出身是,當然是莊姦子,華盛頓人這個精神呢,不練拳。 他自己,當然就自己下來,他自己,當然就下了。 還有那個人的經濟,當然只好我二人生。 我就希望能做,也要做一個。我不是同義的。 去花生根本。我也不會看過他,我也不追求民和律,帶不走。 我也不為了孩子或者什麼?去邏一個一家人,他們有自己的貼力。 他们是怎么样做成事情,但是有一点我知道,他们不会存在。 所以说,我的历史都是会一把火给烧掉,送到历史的垃圾,我使得不到时间,整个屋子就会清理干净。 所以,我感觉这也是我的两难选择,我没有,金子支持了三四儿子,到我下一辈,我现在是个女儿。 我老婆,我女儿,他们全部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 没有那些国家大事,没有那些理论,什么理论,新民主义理论,他没有这个理论。 好而不过这就走,老百姓说老百姓的话,不再其为共鸿其正,这就是我的宿命。 所以,为什么我希望我的东西能够保留下来,哪怕我共产党那里有一份,特别权, 中南海有一份我的历史增变起来,从1974年,大年注意到那个时候,给毛泽东写的信,到现在的历史,权得来。 但是会不会给我输卫率一段各公司的?不会。 因为我太诚了,中国像我这样的人亲切办法,他们怎么样? 但是我在美国,我这些都是汉字,都是写的历史,都是中国写的那些,都是那些我表忠心的话, 同民众,他们梳理我这样的人干什么呢? 我给谁,我给谁投的部门,就是取言说话呢,我投到大江里去了,对吧? 大方人和他,那么我呢,有几个案子,你俩说的案子。 我需要人来帮忙,翻案。我不是说这个,大一件事,因为你没有翻案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事情不要让,我不一定拿到钱,但是我要一定告诉中国人民,我做了什么事情。 被改革开放,留下了哪些痕迹,哪些人怎么害我呢? 我终于那一件事的 他把別人害得,把我也害得,這個人還活著,還在我,還在我,還在我,我希望,我不是說這個下心地。 這個是我,在青蛙網上,在深圳所,認識這個小村地。這麼多年了,他現在吃完硬,在舍口工業區。 他是西南政法學院的畢業,國也委託他給工業區,總經理,南天平安,遞照了一封信的。 就是希望,社會招商提供,美國華人州第一大黨,Botimo,建立一個城市之間,商務、船務之間的聯繫。 有網合作,兄弟之類,然後呢,突破這個經濟的一個聯絡,一個合作,一個平臺。 與這個平臺呢,將來呢,在維基礎上,將來在胡利里達州,這個南方呢,建立一個,建立什麼呢? 大灣區,加勒本大灣區,這個經濟,這個美國經濟大灣區,與中國的,港州澳大灣區相結合,相互相成。 東西南北,合作一個平臺。這個樣的,的未來,當然我這個實際上有均勻。 不一定的,但是我這個建立,是精美。我為什麼認識這個人,這個張基斯呢?他跟我學憲。 我就希望他呢,把這個邊界問題處理好,把這個中央美洲這個邊界問題,變成化危危機, 能夠把這個南方那個州啊,變成一個,中美合作和改革開放的一個,一個試驗區,南面天下。 我給你學了,他的思想,就是一心想當中的。 他認為,他後來他自己的很多排花,我覺得跟我那種思想背道,我沒有去思想。 這個,我認為你先把,這個,不論里達州,他那個,那個,那個,叫加成公仔。 不,不是加成公仔,不論里達州,還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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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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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经济建设搞起来,把人民对于安静过夜,不要把这个移民转移到内地来,转移到这个,它是一种动乱,这个问题吧,你投在它,机会那里,我们看好了,能不能改变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未知结果,对于我来讲,这个未知结果,从我招聘考试, 1984年,招聘考试的未知结果,到现在来,我一直在处理这未知结果,我来讲不想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可见,包括我们对毛泽东的经验,邓小平的经验,池敬腾的经验,都是我们在表达的经验,而这个两个经验,他哪肯定他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是错的,哪些地方是值得整个来修为,来重新认识,重新包装, 重新建构,这个呢,经验呢,就不再谈了,因为后天是教书界,其中也说了,就大家,教书界,大家回来,因为是教书界, 是教书界的人,是教书界的人,是有一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个两岸想法,你培养是本土性人才,还是培养国际性人才, 明天一样,就是几天一样,这是我弟弟的记者,是毛泽东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今天呢,这话呢,就是讲一讲, 我自己冲案的本身呢,就是一个两个选择,我自有肯定的,也没有保护, 既有挑战,又有保护,我希望大家都成功了,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真实在历史上, 另外我说了,大小隐隐,知乌漏者在里下,知证诗者在草里,知今悟者在宗旨, 这个呢,中国人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句话,今日之事,灵欲之悲,昨日之悲,昨日之事,今日之悲。 就是,你昨天做的,我们看几个正确的事情,今天看的是错误。 昨天毛泽东做的那些事情,好处整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几个正确。 因为,强调了中国的社会人,这个就强调了中国的社会人,这个是陷阱,塔西多县, 因为,中国是在于新民了,不在于共有化,不在于国有化,不在于国有整个国有体制, 而在于不断地提高自己去,全民人民,适应这个时代发展,全中化时代发展的终于所谓。 我刚才提出的一个相比,在于主义,今天主要,明天,未来明天会更好。 不在纠缠的过去,白世霍其实结为序长。 我认为,白世霍是过去的这些都是很自然的。 我觉得,包括实际明显的,秦刚作聊,外交部长。 我觉得这个人权是一个人权,秦刚是一个国际的产品, 青年产品,当然其他的世界。 他这些人都有一些人权,有一些人权,我觉得秦刚是一个方向。 不管他一套怎么样,卸风、大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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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民、新党,为什么我还去说,我是个三星加农吗? 我给大家做他们一套物资,这叫政党的联合,政党的交合作。 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共和党,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共和党,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织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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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共和党的理念就是使用法治来建立法治的一个国家 这都是有生命的特点 川普他就是建立的那种 把过去这种人的这种控制 这种一家之类的活泼 打人一方式 他就要走 他这个野心就比拜登还要大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特点 文化 中国会不会有 不会有 中国要有这样的文化 那就不叫中国文化 所以中国叫改革开放 但是改革开放就是走向彼岸 彼岸到彼岸走向彼岸 就是要不会 欢迎拜登在四川办一大历修大学 欢迎奥巴马 李希尔奥巴马在西北大学 在跟西北大学合作 我的名校 我一天跟他们讲过了 欢迎说 在李希尔大学 努夷天下 同时有两个女人 吴泽天和李希尔 将来都会在情侣上下 我觉得呢 这个叫做中美人的体重 这就是实际感觉 我们形容起来 这是未来 未知结构 对不起 浪费大家时间了 我又没带眼镜 形象特别不好 对不起 浪费大家 对不起 一边的背景 对不起 浪费大家 对不起 加速交换